- 大家好,我是郭敏玉,歡迎收看今天走向胡云 那麼先看一下今天台北大盤表現 台北大盤行程量下齊陽收盤大漲164點 那今天量擴大到1448億的量 那畢竟我想以在今天這個台北大盤之所以做個大漲 我想最主要還是受到這個上個禮拜 禮拜六這個川席會有一個正面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這個正面結果也導致包括像 以美國盤的一個部分 像以美股這個道雄工業指數這個盤後盤 也大漲快逼近到快接近300點的一段漲 那當然的話也引動在這個波段 包括像雅股、台股今天的一個全面性的大漲 那當然話說以今天這個台北大盤 今天高點已經來到這個10914點 持續性不僅僅這個621號那個高點10840 去做到一趟帶量突破 那等於說也是持續性又是創下這一個波段 這個台股板壇以來的一個新高 那畢竟我想就是說這個談就是說 以這個波段這個基督律性反彈 談到今天這個高點已經整整談了一個687點 那相對我想我們再從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以這個盤勢的一個演進 畢竟就一個趨勢策略來講 我想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有請各位特別去留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以目前這個台股大盤這個季線 季線都原先的角度很陡 那後續慢慢慢慢比較持平 那等於說相對就是說以季線 再從上個禮拜的一個扣底 他是從這邊一直扣一直扣 那相對我想以扣到今天 剛好扣到這個時間點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五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跟各位強調就是說 如果撇開今天這根大漲 那等於說到上個禮拜五為止 扣底這個季線的一個 季線扣底 大概扣到4月3號4月4號這段期間 等於說那個階段點 剩下至少兩天還在扣低一點 那既然還 就是說還要兩天扣低一點 就代表就是說再從到這個禮拜 我們上個禮拜講說 這個禮拜禮拜二之前 依然都還在扣低 那扣低的一個結果等於說 這個季線就不會 依然還是維持這個上彎 那如果是說 今天這個大盤是跌的 跌的話我想說延續到明天 明天過後 這個季線有可能是新核 要由上一個轉向 那畢竟我想以前這個台灣大盤 畢竟他還是延續這個一個大漲 那這個大漲我想不僅僅 原來剩下兩天 剩下兩天就開始要扣 扣高點因為越扣越高 那相對我想就是說透過今天這個大漲 那變成說 扣了這後續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的時間 扣的一個高點都比 都比今天這個收盤價還要更低 那畢竟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代表就是說 以這個波段這個 隨著今天這個台股大盤的一個大漲 那等於是說這條季線 他扣底低值的一個時間 又持續性延長 大概從這一邊以來 這個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都還在扣 比現階段這個今天那個收盤 還要更低的一個點數 那代表就是說 以在這個階段點 尤其我們在從上個禮拜很清楚 跟各位做強調 技術性反彈在走一個延續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特別請各位去特別留意 到這個禮拜 如果說禮拜三過後 這個盤 季線開始由上晚下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你就要開始 去進入到這個下一個階段 這個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那畢竟我想到今天 隨著這個盤 繼續漲 他扣的低點 扣的時間 次至少少 還有一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都還在扣低的一個前提 是現在代表就是說 目前 最快最快 也到下個禮拜之後 這個季線才有可能 隨著他一直一直扣高 那變成說 有可能去形成比較 由上走平的一個下彎 那所以說 這代表的一個含義就是說 以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到下個禮拜為止 我們一路帶給各位 這唯一的策略 短波段操作 周周轉10% 尤其 搶這個叫短多的 這個搶這個紀錄性反彈的一個策略 我想到目前 依然不會去做任何改變 那畢竟這個時間點 隨著今天這個大漲也延長到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你在看當時的一個眼鏡 我想我們總規一句話 另外就是說請各位去密切觀察這個季線 到底是不是到什麼時間點形成 叫由上轉下 我想那個階段點 就要請各位去密切留意 該去執行賣股的一個動作 那畢竟我想以今天這個台北大盤 今天量價奇洋的一個大漲 那尤其我想以在今天整個一個盤面當中 相關的一些 包括以往受到這個華為事件干擾 影響的一些個股 我想在今天都是終於鬆了一口氣 等於說都是一開盤 就是情形的已經要開高 那包括我想針對一些相關 這個波段受到壓抑的這些 像華為的供應鏈的一些個股 甚至包括像一些5G的一些相關概念個股 我想為了說我們有針對這個 就是說相關的一些個股 就是說以華為 對佔這個台場的 我們這些上市上位公司 比重營收比重比較高的一些個股 我們在今天這個Lite 都有特別給各位做分享 就是說以往受到這個事件的一個干擾 股價也比較壓抑一段時間的這個個股 我想在今年全面性吐了一口氣的大漲 那這些個股我想包括我們列舉 包括像這個股王大力光 今天是開盤就是漲停板 一路手左到底 3105的穩貌 甚至包括像這個8046的 像藍電 一些相關 我想這個各位你不妨都可以到Lite 去做個好好檢視 後續這一些個股 依然都可以請各位 去密切留意住 它的一個相關訊號的提示 我想這個你都還可以延續 要搶 針對這個股來做個鎖定的買進 我想這個各位 你針對到底是哪一些個股 你不妨都可以到直接Lite 去做個好好的檢視 那另外就是說針對 至於就是說我們在今天針對 大盤一開盤就開高90點 開高走高 那你可以來針對哪一些個股 來做個鎖定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依然 在今天早盤9點多 有特別針對一樣 透過這工具挑出來的這個短多個股 才剛剛好產生買點訊號的一些相關個股 我想我們在這個Lite 也都依然第一時間給各位做分享 那當然這些個股 不管各位你買到哪一檔標的 全面性都是現買現賺 那這些個股包括像是我們在今天 在早上這個9點51分相關的分享的 快打短多標的 第一檔是這個1590 這個智慧機器人 智慧 就是電動AI的一些相關概念個股 就是1590的像雅德克的部分 他的一個買點訊號在這個337塊錢 那麼雅德克今天收到今天這個相對高點 今天是收在這個375塊錢 大漲7.8%快接近8%一趟漲 買點需要產生做吉拉 那第二檔是針對這檔散熱模組的 3324的雙紅 那尤其我想我們在以往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在包括從6月5號到6月11號 我們針對像這個散熱模組 不管說像雙紅 甚至包括像3338泰塑 這些個股我們已經在上個禮拜 隨著他的一個短多的一個賣點訊號 即將做一個產生 那我們也陸陸續續 都已經現在完成卡位的一個動作 那卡位當然的話 像以往包括像泰塑 包括像雙紅 我們在以往已經賺過一趟 短短一個禮拜不到 也獲利了快接近25% 獲利落袋的後續 我想就是說針對這一個股 來來回回 我們就根據訊號的一個提示 斷波斷的一個操作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今天分享各位 買點訊號一開盤就產生 在這個151塊錢 買點訊號做產生 那我想以雙紅今天收盤的大漲8.6% 起32塊盤 今天是也幾乎說今天相對的高檔 漲幅快接近9%的一趟漲 這是散熱模組的 散熱是24的這個雙紅 那另外一檔還有這針對一檔 這個細菁也很相關 5483的這個中美晶 買點訊號也是在今天一開盤 不久就直接產生在83塊錢 一路上去 到今天收盤 也大漲超過半根停板 以上的一個漲幅 那畢竟我想這些相關這些個股 今天的快達短多個股 都是剛剛好買點訊號做產生的一些標的 那當然的話 你還沒有介入的投資朋友 你依然都可以來鎖定 來針對這一個股 來做到它買進 這針對我們在今天分享給各位 相關 買點訊號產生一些標的 全面性的一個大漲 那當然的話 各位 在這個階段點 尤其呼應這個盤勢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再特別跟各位強調 四個字的一句話就是說 這個街頭請各位 你要敢買敢賺 敢買敢賺 因為畢竟你不要隨著今天大盤漲 漲100多點漲 164點的你說 你又覺得漲太多了 那漲太多我想 呼應這一路 如果說 你看漲說漲看跌的頭 說跌的頭 你一路空一路空 到現階段已經被咬多少 我想這個各位 6百多點沒有 這是希望各位 無論如何你要站在一個 對的一個方向 那針對我們在上個禮拜相關的分享 這個個股 我想像2372這個技嘉 上個禮拜三買點產生那個後續 連續性我想到目前為止 這個價差都已經超過十幾%的獲利價差 後續我想 他現階段這個 多方力道也慢慢做個衰減 那當然的話 大概到明後天 有買進的投資朋友 我們也建議各位 你都可以執行這個叫出廠 獲利出廠 一樣把周周 獲利算10%的目標截取之後 獲利換口袋 再做換股就OK 一檔標股賺完再接一檔 金星科的部分一樣 上個禮拜四買點產生之後 連續兩天 今天還是一樣做讓創高 連二紅之後 今天還是做讓創高 金星科 那當然話就是說 你再上個禮拜 我們就特別請各位針對一些 因為畢竟個股的走勢是極度分歧 那我們就請各位 相對已經產生賣訊的一些個股 請各位無論如何要去執行賣 那這些個股包括像這個 我當時我們在上個禮拜二 分享各位買點的這檔位權 去起來之後賣訊就做產生 那賣訊做產生 你要執行什麼動作 你當然要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那針對這個賣 我想還沒有大跌之前 我們在上個禮拜四晚上 8點08分就給各位分享 去東高票請各位 賣訊能產生 第一時間我們怕各位隔一天來不及 我們在當天 收完盤在晚上8點多的時候 直接分享給各位賣訊 在尾盤產生 那請各位執行 一開盤你賣的話 都還賣得很漂亮 相對還跌不到1% 你要去執行賣 當然的話 這檔標的到今天都還在做個 壓迫的一個態勢 衛權 貫德也是一樣 從賣點在這邊 上個禮拜五大跌一個4.3% 延續到今天大板大漲 他依然還在跌 那這個是之所以我們不但在近期 還是要請各位做到密切一個留意 短波段操作 我想周周賺10% 這個唯一一個策略 到今天延續到下個禮拜之前 我們不會去做改變 所以這個改動請各位 敢買敢賺 敢買敢賺 那當然這一路 包括像在上上禮拜 像國劇一樣有買有賣 都超過10幾% 逆風有買有賣 買點又即將做的產生 正達一樣有買有賣 全面性短波段操作 周多賺10% 獲利落袋 那後續我想 就是說包括 在我們在以往分享給各位 像脈性產生的像威盛 就是拉回 上圍 快速拉回 漲的全部吐光光 這個是之所以 還是要請各位 你要運用到這個工具的一個好處 協助各位 在第一時間 針對買賣點這個訊號的一個提示 第一時間的一個提示 帶給各位 虛極避凶 該賺的表股 你都可以賺到 那該避開的風險 一些個股 你也都可以成功避開 那畢竟這個接觸點 我們除了就是說 在以往 在這個波段從5月30號 像神盾 玉金光 像泰塑在當時的這一趟 四天的24.9% 雙紅一樣這一趟 那像今天雙紅一找盤 買點又做到產生 你又可以賺繼續 再賺下一趟 所以講這個階段點一樣 你只要有了一個工具 第一時間很明確來告知各位 這相關訊號的一個提示 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虛極避凶 我想 該賺的標股 你每一檔你都能賺到 就如果今天短多個股 不管是說亞德克 或是說像雙紅 全面性一漲就8% 快接近8%9%一趟的一個漲 我想這個全面性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工具的協助 我們在今天一樣提供給各位這個299短天期 這個 你只要用299 你就我們提供給各位這個最低門檻 這個短天期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就是說 你要加入我們這快打部隊的運作 馬上你就可以擁有 我們這套這個智慧型的操板軟體 那為了說我們在明天 有跟各位鎖定一檔一樣 馬尼遜剛剛產生一檔標的 我想今天如果說各位 你這個波段 你一路不敢買不會買 我想我們在明天會鎖定這檔標的 直接帶各位來賺 那針對這檔個股 我想你都可以針對 我們在今天提供給各位這個相關活動 想要賺這檔的投資朋友們 趕快去做一個登記 好那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